生活啊 现在是两句风花 是不是啊 您觉得这个退休工资相差还挺大的是吧 比例很大的 在上海生活的话 您觉得多少要合适呢 合适则没底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你说多少合适 这个是不由你自己的 你想 想但是白想 空想 懂吗 能达到一般的生活水平呢 一般的生活水平 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需求 就是 你是给老百姓小康 那这个比例就高了 最起码 8000以上 要小康 要旅游啊 要吃 娱乐 要外面去旅游 要吃 有机食物 我们以前都是有机食物 我们在新疆回来的 要说工资 我们的工资就是 待遇 跟上海比起来 我们退休工资比他们差一样 您大概多少呢 能说一下吗 我们大概 我们现在 在新疆来说 我们这一批的人 在南疆来说 还算高一点 还有比我们低的 您有5000块钱吗 退休工资 哎呦 3000出头 您在新疆待了多长时间 新疆 我在新疆工作了26年 26年 是 基本上做到退休了 对呀 你要说我那个工资跟上海比起来 我们是不是26年在上海退休 780元 将近5000块钱 我们只有3000出头 我是到新疆结婚去了 我从四川到新疆 真的是 理解了 你从四川到新疆 然后遇到您爱人是上海的 退休以后回到上海来了 对呀 您3000多的退休工资啊 在上海生活 我们资助了 反正是 我是资助了 柴米油盐吃饭什么没问题 您觉得 对呀 柴米油盐吃饭是没问题 就是不得生病 吃大笔就要治愈 就要靠小孩给你讨 你要跟人家去比 地上不就比他还用 就得要落关 落关过一天算一天 你说是吧 好日常的呢阿姨 什么好日常做的 嗯 说实话 我们这一代人是苦 苦是苦 苦中有了 在新疆 在新疆 采取的时候 都是比较值 是的 我听说过 嗯 阿姨也蛮有故事的啊 有些故事 会一路啊 可能写一本书很长的 你当时在四川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要到新疆去呢 那里有工作还是 没工作 有工作我到新疆去干啥 是动员您去的 没有 别人介绍我们去了 又为什么 农村 这个 从我们出生三年这个那个时候就开始 嗯 什么 596061 那几年 我们都是五几年的工夫 阿姨您回到上海以后 住房解决了吗 住房 对 我们还可以 我们是老人的遗产 老人的遗产 不离一个我们 我们 我们回来干啥 三千 出头的工资 住房都不够 您二人也是三千多的退休工资啊 我二人四千多一点 他三十多年 没有住房的压力的话 两个人生活还是可以的 嗯 是 两个人有七千多吗 半转妈妈 不够生活 生活得去 是 人嘛 教授法 你要几根水也不要跟水比 不贪不比 对 就是 您的小孩都成家了吧 小孩成家 对 你们现在就是享受退回后生活了 是 嗯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养花转 苦经干来了阿姨 没死了 公养广权 是的 护肥 吃着 统统饭吃吃饭 好冷休息 是 以前我们在那儿 带开飞机中 那 七千左右 您的退休金是七千左右 没有 我没有 我是五千五 您觉得拿七千左右 在上海生活 比较合适 因为呢现在看病看不起 看毛病啊 看毛病看不起 大部分老年人 生活 吃饭 吃饭生活 平常生活 没有问题 够了 就是看病不够 是的 一看病 要这样检查 那样检查 一个人都下来 花几千块钱 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之前是在武器厂 工作回厂 我看你喜欢玉器和黄金是 嗯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 是的 手上脖子上都有 都有 是的 是的